音乐 荒叶 荒叶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它需要有特殊的那种个性 那这个个性包含了你必须要愿意去冒险 同时呢你要能够预挫运勇 而且你要有能力去把很多很多的资源 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 这样你才有办法去创业 简单来讲我觉得几个能力是大家会很重视 一个是当然是它的专业能力 这无庸置疑嘛 你要做某一样职业 你在某一样职业的专业能力 当然要不断的精进 第二个当然是品格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 你一个人品 你的诚信 你的这个这一块也一定是最根本的嘛 那再来就是说你的弹性 就是你可以被应变 尤其是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 合作啊 这个EQ啊 这些都很重要 当然我特别要强调一个就是 终身学习的能力啦 那你必须要在你的职场上不断的精进 就必须要终身学习的能力 那这个学习也不一定只是学专业啊 你还学态度啊 学团队合作啊 活到了 学到了 这个能力 我觉得是要在这快速变动的职场 必须具备的最根本的素养 我们台湾的这个中小学的教育 在大学以前 它有一个落差 就是说我们的同学 在中小学的时候 几乎从来没有机会去写一个长的 深论的一个文章 或是一个报告 那我们学习其实是重复性的 去练习同样的东西 我们的阅读也非常的少 因为我们都要住在读教科书的内容 这跟这个西方小孩子的训练是差很多的 后来我就开始改变我的想法 我觉得说 看来在台湾写论文还是需要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这个训练过 这一生从来没有去深论过一件事情 不论是哪个领域都要能够深论的 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的训练 那能够分析嘛 我都会跟学生讲 就是说 学练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先培养自己的创造 我们的学生比较习惯于 被动式的去解决问题 哈佛商务评论下一期 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文章 叫敏捷管理 在敏捷 就是你要很快速的 很快速的形成一个新的团队 别人面对什么问题 你很快速组织重整 就传统的组织就是可能比如说董事长 执行长 总裁 然后一颗一颗 然后这样线性型的 但是新的组织呢 它要求的是比较平的 而且可能是同心员 就是同样一个任务的人 同样一个Task Force的人 是一个同心员 那不同的同心员 然后它这个不断的变化 因为今天有这个挑战 我组成这个小组 明天有这个挑战 我组成一个新的小组 它是打破阶层 也打破部门的 那这个就是比较管理的 在探讨的时候 你怎么形成一个敏捷的团队 然后这个任务完成 再组一个新的敏捷的团队 那这个快速应变 它反映的就是 你要快速做决定 也要快速做行动 然后要快速解决问题 然后最重要的核心 要快速解决你客户的问题 满足你客户的需求 那这个敏捷团队怎么组 那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学习的构面 其实现在我们企业需要的人 是那种可以自己学习的人 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 企业不管怎么样去训练人才 都没有办法去能够完全地去应付 这个人才在他的工作场所里面 他所需要增加的新的这种技能 跟他的知识 所以基本上我们一定要 一个能够自己学习的人 一个把论文写好的人 他就是一个能够自己学习的人 我们通常看一个论文 我们还是先看他的创意好不好 所以一个论文最重要就是 他的题目是不是有趣 那在这个领域里面 是不是会得到别人的重视 对不对 那我们是第一个一定是看这个 第二个的话 那我们大家就会看说 你既然有个这样子 一个有趣的题目 你是不是有办法 能够用一个严谨的一个过程 去搜集资料去分析 然后去论述 把这个有趣的题目呢 能够把它研究得好 然后完了之后 对别人有很好的启发 所以论文章可以协助我们 再去做一个区分 如果同学来参加比赛的话 那我们可以在比赛过程当中 同学他的这个不同论文 他的品质啊 他的贡献度啊 做一个区分 每一个奖的存在都一定是 有他的初衷 透过这个奖的过程 学生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 他就有机会去更深刻的思考 一些管理的问题 透过他的论文的写作 跟探讨研究的过程 他会让他在学生阶段 就比较了解实物面 他或者是在学术面 他就有一些这一方面的思考 我想这还是一个长远的 一个人才生根的计划 也为台湾的管理学界 或者是企业界的管理人才 做一些扎根扎底的工作 所以是很好啊 希望更多企业共襄胜举的 我们管科会已经成立了四十几年了 可以讲做是一个广泛的一个餐 观学研的一个合作的平台 我们每一年大大小小的活动 大概接近有一百场以上 其中一个最重要 最持久的一个活动呢 就是我们富邦人寿管理博硕斯多文奖 那这个奖大概已经持续了二十九 马上就要三十年了 我们二十多年来 我们发现 有那个第一代来参加的 他有很好的一个经验 他就将来后来做老师以后的 他就鼓励他的学生来参加 第二代学生也变老师了 现在又鼓励第三代 所以我们现在有好多个个案 都是老师的学生的学生都来参加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 是为什么在这边要推荐给大家 就是因为它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活动 我们欢迎更多的老师跟同学来投稿 我们也非常谢谢富邦人寿 他这几年来这么热心 来赞助我们这个管理博硕斯多文奖 我们预期我们今年会办得非常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